第七十九集武器大讲堂 欢迎收看第七十九集武器大讲堂 一直以来 劳美有一款跟B2幽灵战机 亲民的F117隐身战略轰炸机 因为出色的性能 跟原始的装备配置 这样美军对这款战机 真的是又爱又恨 并且曾经还被某个国家 使用非常落后的武器打下来过 那么 这款武器是怎么被打下来的 是否真的如美军所说的那样 神秘莫测呢 今天老白和你一起探索 美军夜鹰衍生战斗攻击机 这款战机是在上个世纪 七十年代中期设计的 最早试飞时间是在81年 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种 可正式作战的衍生战斗机 当初研发的灵感来源于 慵懒计划 这个计划是研发超低雷达反射武器 研发出来的幽懒战机 没有任何的武器 外形奇特 没有远古的表面 雷达反射面积非常的低 因此在试验的时候 得到广泛的认可 可惜的是经常坠毁 也因此摧绳出了如今的 F117夜鹰战斗机 F117夜鹰衍生战斗机 空气重量13380千克 长度只有20米 高度3.78米 最大的起飞重量只有23吨 因此 其武器挂载能力不是很强 并且整个战机并不是很大 这或许是其隐身能力 比较强的一个原因之一吧 因隐身战斗机的雷达反射面积 可以说是非常的小 在退役之前 还是实际上雷达反射面积 最小的隐身战斗机 这么强大的隐身能力 第一个原因就是其外形的设计 采用了直线线条设计 几乎没有曲线 并且机头设计了大于雷达反射截面角的设计 因此可以将雷达波 发射到一个无关紧要的位置 再加上支撑图了吸波材料 因此可以说是在雷达上完全看不到了 而在预防口外线上 发动机的进去口为 广状隔三隐蔽式进去口 并且没有采用推力矢量控制技术 也就是说没有了加力推力 因此这款战机的飞行速度并不高 最高只能达到0.9马克 但是其最大的飞行高度 还是超过了1万米的高空 达到了13716米的最大飞行高度 不过续航里程也是个问题 只有1720公里的续航里程 可以枯中加油 所以续航里程还是没有问题的 为了实现衍生的能力 这款战机的排气做了相当给力的处理 机身的前方有補助剑气门 这个剑气门一般情况下不使用 大部分用来引导部分冷气 绕过发动机与排气混合进行冷却 而压嘴式的排气管内有11片垂直导流片 通过与冷空气的充分混合 排气温度仅有66摄氏度 所以你站在这款战机的后面 完全不用害怕被烧伤 而毕竟是战机 武器配备也不能少 一般而言 这款战机携带成队的GBU10GBU12 或者是GBU27雷射引导炸弹 也能携带两枚封篇修正弹药散布器 两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或者是借由全球定位系统和 惯性导航系统引导的远距遥攻炸弹 从这些炸弹可以看出 这些炸弹大部分都是自带GPS 或者是激光制导的炸弹 这说明这款战机并没有携带相关的设备 也就是说目前的激光引导 雷达系统 无线电系统的都没有配备 因此这款战机的战斗都是自由作战 这对于飞行员来说 相当于就是临场自由发挥了 所以飞行员的数值不过关 极容易出现故障 再加上衍生能力非常的强 美军自己的预警机雷达 都无法知道这款战机在哪里 说白了 如果敌人要挟一款战机 美军都无法知道是敌是有 既然这款战机这么厉害 为什么还经常出现坠毁的现象呢 这是因为飞行员没有指挥没有雷达 所以一般情况下心里会受到极大的压力 长时间飞行容易出现误操作 据说 这是飞得最累的一款战机 还有一个就是只有红外探测仪 所以只有敌方战机或者导弹 到你的红外探测范围之内 你才能发现敌人 所以在可视的范围之内 极容易被打下来 曾经就被南联盟最普通的反恐导弹击中 当年南联盟某SAM-3导弹部队 在利用原始的方法 获得F117的行动路线之后 一炮就将其击落 打破了美军这款战机的衍生的神话 所以这款战机是否如此给力 那就不一概而乱了 如今所有的夜阴战机已经退役 结束了光辉的一生 留下了这一段段传奇的经历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武器大讲堂 更多精彩武器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武器大讲堂后续 我们下期见 欢迎大家在微信里面 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按钮 选择添加朋友 点击最底下的公众号 并输入武器大讲堂 选择第一个大讲堂 点击关注支持我们 您的支持和建议是我们改进和努力的方向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